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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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谈这轮系列赛 勇士一个很被动的情况是 丢掉G1导致提前透支容错率 掉入了被动追赶的局面里 1比3落后之所以很难翻盘 是因为即使你找到了营救办法 也承受不了手感起伏 或者X因素的爆发 而胡人今年几乎常常有X因素 哈姆G1全力以赴 抢得的主场优势 让胡人始终压着勇士一个身位 而G4沃克的乱入 又让勇士从洛杉矶抢回身位的期望落空 这其实就已经决定了这轮系列赛的结果 不得不说 胡人今年季后赛展示的系列赛设计感 就是要圆好于勇士 什么比赛全力以赴 什么比赛序列 哈姆临得更轻 反过来 勇士首轮没能在实力占优的情况下 尽早击败国王 耗到G7的结果 是次轮没有足够的休息时间和比赛准备 一开始落后 就一直被动了下去 领先放松 缺少紧迫感 使用过度轮换 各种非受迫性失误 没必要的离奇犯规 等等 这都是勇士常见的比赛内容 季后赛也会见到 并且几乎无法消除 勇士过去可以带着这些小毛病赢球 是因为实力强 有足够的容错率 甚至17年直到夺冠 勇士都没有完全浪漫 但本赛季的勇士 显然已经不在那个层面了 即使是跟去年相比 勇士常规赛的观感都有了质的区别 21-22赛季 哪个队如果让勇士 输了一场很憋屈的球 下一次碰面 科尔会用非常惊艳的调整 完全击垮对手 22-23赛季 勇士没办法再靠调整 打出复仇局了 即使是在主场打出连续翻盘的赛程里 勇士赢球也是那么的惊心动魄 甚至面对一些百烂的余滥球队 勇士也可以被对手连续击败 绝对实力的下滑 让勇士这一季怎么做都不对了 很多次 勇士在自我激励中似乎找到了方向 相信只要再紧一紧 形势会立刻不一样 然后就会进入略有起色就拉胯的回圈里 其实勇士在关键时刻整活的情况 过去也不少见 之所以本赛季这个问题特别凸显 还是因为失去容错率后 更加无法容忍这些致命的错误 说白了 勇士这一季就是不够强 不够强就不能承受手感失准 错误的用人 对手意外的爆点 反规麻烦 以及小比分输掉关键球等等 勇士能从首轮的抢7大战 一直撑到次轮G6 对一支常规赛只打到分区D6的球队来说 其实已经是不错的结果了 甚至从舰队层面看 多打这几场季后赛 将普尔的问题 进一步暴露在联盟各支球队经理的视线里 又加剧了库明家对未来不确定的焦虑感 这都未必是多好的事情 但能怎么办呢 勇士交了大笔奢侈税 季后赛国进力走远对不起投入 即使今年球队的实力 根本无法来到分区决赛级别 勇士也得把目标和口号定为夺冠 这个大方向是不可更改的 问题就是 勇士去年休假期和今年赛季中的运作 又都没有为这个大目标服务对勇士来说 最重要的一张五小智容拼图 兼具体型与投射的波特离队 麦尔斯始终都没有把这个缺填上 麦尔斯只是靠拿回小佩顿 去尽力逼近去年的夺冠智容 小佩顿最后也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但波特这个缺仍旧是无法替代的 麦尔斯厉查这个有一些处理球能力的空间型内线 勇士也找不到替代品 追炉同时摆的首发阵容 在常规赛或者打国王这样 互框不行的球队还能玩得转 但面对有浓眉的互框 克尔就没办法继续用下去了 甲格林 迪文秦佐 普沃尔 他们作为最后一张牌也各有各的问题 总而言之 克尔没有一套空间与体型兼备的阵容 于是就得二选一 那就必然在某一块吃亏 不知道大家伙儿有没有这么一种感觉 被淘汰后 勇士队的新闻反而比打比赛时还要多 随便给大家伙儿列了几条 条条进报 第一条消息 库里点名普沃尔 但因而记者爆料 自己曾在G5赛后采访库里 当时场景如下 记者 你如何看待新老主力之间的关系 以及勇士未来的去向 库里指向普沃尔储物贵 并大声说道 他是最关键 却小编的理解而言 这句话有两层意思 一 普沃尔是勇士队的未来 他能否扛起球队大旗 是球队未来的关键 二 普沃尔是维系勇士队 新老主力之间关系的关键人物 他的态度代表了更衣士是否和谐 至于库里确切表达的是哪一层意思 需要球迷们自行理解了 第二条消息 普沃尔在赛后接受了采访 聊到更衣士问题 态度值得玩味 记者 你认为季前赛发生的更衣士拳击事件 是否对这个赛季产生了影响 普沃尔 有什么影响 没有的 这赛季能够挺进次轮 已经足够出色 我们有许多球员在不同场合站了出来 我们有许多光辉时刻 因此 我不认为这产生了什么影响 记者 那你如何评价你跟格林的关系 普沃尔 实话实说 只是队友 只是生意 只是篮球 仅此而已 第三条消息 ESTM爆料 勇士队内部曾一度出现信任危机 著名八卦杂志 TMC公布追梦拳打破尔录影后 勇士队内人心惶惶 大家都在怀疑谁是告密者 谁是将家务士捅到八卦媒体的人 后来 维金斯的长期缺席比赛 勇士队却无一人泄露维金斯缺席原因 这样守口如瓶的经历使得球队内部的信任危机得到修复 第四条消息 除去伊格达拉可能退役之外 另外一位勇士元勋也极有可能离开勇士 据ESTM铭记人网7报道 勇士总经理麦尔斯的合同 将于当地时间6月30日到期 此前勇士队已经为麦尔斯提供了多份高薪须约合同 这些合同足以让麦尔斯成为联盟收入最高的总经理之一 甚至勇士队还为麦尔斯提供了暂时休假的选项 然而麦尔斯并未选择接受 他告诉老板自己还需要考虑一段时间 多提一句 早在去年休赛期 就曾有记者爆料麦尔斯将在合同到期后离开勇士 甚至退出篮球圈 另外一位湾区记者对此表示 麦尔斯在休息和离开之间左右摇摆 他想休息一段时间 但他也明白 一旦他离开 恐怕会加速勇士核心阵容的解散 所谓核心阵容指的是 麦尔斯 克尔 库里 克莱 格林 过去十年 这五人组为湾区球迷创造了无数美好回忆 只可惜 下个赛季还能否见到他们回归 一切都不一定了